大家好,我是挪洪,今天又想吃烧烤了 首先来处理一下食材 冷冻鸡腿,解冻后清洗干净 从脚脖子处剪一个小口子 贴着骨头往上剪 然后再贴着骨头一边往下剪,一边剥离 剪到脚脖子处,剪断 这时关节处还有些沾黏 继续贴着骨头剪 看看,完整的剃骨 接下来在肉厚的地方剪几刀 这样容易入味 两个鸡腿肉放进大碗里 我还准备了虾仁和土豆 撒上一些烧烤料,抓拌均匀 没有的话就用黑胡椒,辣椒粉,盐,糖,生葱 有时间就腌一小会 虾仁用签纸穿起来,待用 这个时间我调了一盆沙拉 材料选择,随意 先将芝麻菜,生菜和黄瓜放在大盘里 加盐,黑胡椒和一大勺油筋,生驴果,调拌均匀 然后加入西瓜,桃子和葡萄 最后撒些坚果就完成了 现在开始烧烤 把材料搬到阳台上 鸡腿肉,皮朝下放在烤盘上 茄子整个的烤 土豆片和青椒摆上 虾仁一熟,等一会再放 盖上盖,用中火烤 鸡腿肉只要烤带皮的那一面 翻面会流失水分 吃起来就会感觉到比较干材 烤好的要及时剪出来 茄子烤到稀乎乎的再把它破开 然后刷酱料调味 在茄子的破面上滑几刀 更加入味好吃 美味的烧烤晚餐 端上了桌 拌沙拉,烤鸡腿,虾仁,土豆,茄子 还有芒果虱目雪,白葡萄酒 可是还没有享受天空黑云密布 不得已,端回屋 如果你没有烧烤炉,拼几锅也是一样的 我是罗宏,喜欢我的分享,加个关注吧 咱们下期再见